老主席的时段讲话,你最喜欢哪段? 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,它将表明,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,从此站立起来了。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的面前发抖吧,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,必将稳固地达到自己的目的。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,我们的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。 世界是你们的,也是我们的,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。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,正在兴旺时期,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,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。 世界是属于你们的,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。 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签过这种条约。 外国军舰没有资格在中国内核上自由往来横行霸道。 主权问题是民族的根本利益。 中国的主权不容侵犯,这就是我们的底线。 人不犯我,我不犯人,人若犯我,我必犯人。 他要是还不服气,继续来应的,那就来一走,打一走。 他联合美国,蒋介石一起来,好啊,那就连带着一起打。 照打不,老子就不屑这个邪了。 美国总统杜鲁门,鉴于在朝鲜战场的惨痛失败,决定核武器报复中国。 我们现在没有原子弹,只有手榴弹。 但是我要正告杜鲁门,站起来的中国人,不惧怕核威胁。 你打你的原子弹,我打我的手榴弹,侠鹿相逢,勇者胜。 告诉鲁老总,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,以迅雷不计掩耳之势。 看我三八戒。 兵来将党,水来土掩。 天无绝人之路。 深马度,挂机梁,不成磅。 不就是打核大战吗? 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,气势大不大? 没有把中华民族给摧毁。 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,全部美式装备,捂装了牙齿啊。 不也被我们打得丢盔卸甲,逃到台湾去了吗? 朝鲜战争,杜鲁门已经把核弹架到了发射架上,最终他也没敢扔。 这次,我倒要领教一下他们这个外科手术式的核大战,到底有多厉害。 1860年,我们在天津大谷口,向英国人开炮。 可是那一次,中国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呀。 今非昔比,这次,我们一定要让英国人明白,中国人是不好惹的,惹火了那也是不好办的。 军情似活,刻不容缓,现在不论有天大的困难, 志愿军跨过压陆江抗美援朝,这个计划不能变,时间也不一再推迟。 按原计划出兵,朝鲜战场,寇能网,我亦能网。 现在的炮兵阵地,共布置了四百五十九门大炮,射程覆盖,大金门,小金门。 你有这么多炮大金门,会不会把美国人给打死啊? 主席啊,这恐怕不好掌握,一旦打起来,炮弹可不掌握。 既然炮弹不掌握,那就按你的计划打。 是,直接对讲,间接对美。 你总要在台湾不走,毫无道理吗? 你不撤,我就打。 你不撤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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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撤。